娱乐圈不少姐弟恋夫妻,像易能静和秦浩这么稳定,生活着的却没几个,虽然之前易能静和秦浩的婚姻一直不被看好, 但如今两人的幸福模样只叫网友羡慕,跟易能静结婚后的秦浩,事业越来越红火,名气也越来越大,婚姻生活因为有易能静自当的经营而无比有趣,最让人比较佩服秦浩的是她演技,几乎是众人移植任何的,很少有一条差评, 今日,易能静在微博上大发常文奉劝姑娘嫁人,之前要认清自己所认定的男人,不要等产生她怎么变了,才想起观察她最初的本质,自立行间都能看出易能静解答粉丝疑问的真心,如易能静所说,婚后的男人其实一直没变,只是在追你的时候会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,去淘淘你,观察一个男人的本质, 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注意,比如看她和父母沟通的状态和方式,当然观察她父母的为人也非常重要,也许她可以和别人伪装,站在最亲爱的父母面前,她是不会装得太假的,再者看她怎么平衡好父母和你之间的关系,一个人是不是很上进,就看她平时的生活方式,已能静这次可谓十分苦口婆心了,由大吉小, 说完了亲近的人,再观察到她在朋友面前对你的态度,是否愿意带你去见身边的朋友,她的朋友品质怎样都会成为你是否决定,跟她步入婚姻殿堂的重要考察因素, 除此之外,看她对社会一些现象有没有同理心,一个人,只有换位思考的能力,婚后才会经常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,而不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观看一切,爱心是一个让人很温暖的词语, 一个男人有没有爱心也非常重要,毕竟婚后的生活养孩子,养宠物都要用爱去跟他们相处,看似很长的一篇博文,不少网友看完后都觉得受益匪浅,已能静能说出这些实在的现实问题, 说明她在这方面曾实验过,毕竟同婚的失败,一般都会让女人产生对婚姻的恐惧心理,如今在于秦浩说出这些话,看来了已能静这次是嫁给爱情了,虽然是在给网友解答疑虑,但大部分网友都看出, 了这是已能静在大夸秦浩好男人,秦浩性格一直比较内向,很少向外界透露她的任何心声,所以经常被一些网友误会她不爱已能静,现在看已能静花是秀恩爱,不得不说夫妻俩相处的越来越令人羡慕了,现在的秦浩,不仅是一名靠实力说话的演技演员,而且还是一位无比疼爱女儿的好爸爸,每逢抽空回家, 秦浩的时间大都用在陪一能静和女儿的力上,如此窄的男人,还会经常陪一能静母女逛街,可见她的责任感还是非常强的,好的男人会给你一个好的未来,会让你的一辈子处在各种甜蜜中,所以女人找男人着实应该谨慎,毕竟现在结错婚的代价太大了,希望每一个女人结婚都是因为爱情。